历朝历代以来,为了加强对于民间百姓的统治,更为了限制上层大夫的权力野心,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文字狱,但是论强度,少有能够与清朝相比的。 中国史学家顾邪刚认为,清代三百年,文献不存,文字狱获尚有可以考见者呼。 这究竟是乾隆皇帝起了恻隐之心,还是别的打算呢?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《八历史》,这位七十岁的大臣便是尹嘉全,尹嘉全,直立博野,金属河北人,1711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,他的父亲尹惠一是河北很有名望的大儒,著书五十多部,不光如此,父亲还是雍正年间的部级官员,担任过礼部侍郎,长延道龙生龙,凤生凤, 老鼠生来会打洞,说的是基因很重要,抛开血统论不说,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,尹嘉全一生下来就泡在书堆里,纹着墨香,整天接触的都是成功人士,想不成才都难,年仅25岁的尹嘉全参加了科举考试,果然不负众望,中了举人,中举之后只是有了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,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做官,比如曾国藩23岁的时候考中了举人, 但是在会试的时候,宁落孙山,只要乖乖回家,四年之后,他再次参加会试,这才成为进士,被选为汉林院术集市,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,而尹嘉全是官二代,父亲还是京城大官,靠着老子的人脉,他被安排到了刑部,担任刑部主事,后升为郎中,官至大理寺政卿,这是个正三品的官,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副院长, 再后来,他还担任过稽查绝罗学皇家子弟学校主管,任职期间,向乾隆皇帝提出过建议,让齐吉子弟读朱熙小学,该书的内容主要是教人懂礼仪,修身养性,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,乾隆说,这主意不错,也爱清你的建议太好了,马上推行, 尹嘉全一看皇上表扬自己,受到鼓舞,便再接再历,将小学,加书,增加考证,试文,货问,各一卷,及后编二卷合为小学大全,再次得到乾隆的表彰,书归正转,尹嘉全当官几十年,没有担任过高官,也没有什么劣迹,平安干到退休,回到家乡保定安度晚年,乾隆46年1781年3月,70岁的尹嘉全正在家里遛鸟,突然听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, 皇上西巡五台山回来的时候,住在了宝定,尹嘉全听了兴奋不已,他梦想着能见到皇上,出一下风头,谁知道,乾隆压根就没想起他这一号人来 并没有宣旨要他入境,尹嘉全感到很失落,心里别提多难过了,吃山珍海味也跟嚼辣一样,索然无味,不行,我得想个办法,见到皇上,他想来想去,想到拿老爹尹惠一做文章,尹嘉全官职不高,可是他老爸尹惠一厉害,除了做礼部侍郎,还做过督御使检察院检察长,更重要的是,他在任的时候,出过不少金点子, 比如救助灾民,减轻税负等,为巩固清朝统治,做出了贡献,不光如此,尹惠一退休之后,还大做善事,设一仓,治一甜,心一学,就是免费穷人粮食,免费让穷人种底,穷人的孩子上学不要学费,总之,尹嘉全认为自己的老父得高望重,为朝廷做出了不小贡献,他请求乾隆给老爸一个示好,还要把老爸放到孔子庙里,接受后人祭祀, 儿子得知他写的内容之后,认为不太合适,劝他不要乘上去,但是他固执几件说,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老爹不比你见识广吗?你要是不去,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儿子无奈,只好将奏折送去,见儿子去了,尹嘉全在家里一边遛鸟,一边哼起了小曲,等待好消息到来,谁知道乾隆帝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,气得额头青筋暴跳,拿奏本的手微微颤抖, 提笔在上面写了九个大字,净大肆狂吠,不可数以。翻译过来就是,这老家伙得了狂犬病,我根本无法容忍,乾隆是一族皇帝,为了让汉民接受,他一直以文人自称,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,一生写了几万首诗词,此时的批语中竟然用了粗话。可见皇帝真的动怒了,乾隆认为,无论是给嗜好,还是放到孔庙,都是很重要的人。 很重要的是,往往是皇上自己提出才行,如今你一个退休小官,净斗胆敢提出这样的建议,这明显就是不自量力,是僭越,而且你提出的建议,还跟自己的父亲有关。这就更是太轻率了,乾隆怒火满腔,下了一道圣旨,将他拿交刑部审讯,从众治罪,并下令把尹家全在京师和原籍的家产全部给充公。同时,乾隆还特别交代,抄家的时候,留意尹家全的书房, 看他的著作中,有没有狂妄自己,失策及书信,皇上移交的案件。刑部官员很懂得,该如何去定罪,一番审讯之后,尹家全被定死罪,应该秋后问斩。大臣们听说之后,纷纷上书求情,说尹家全虽然罪不可恕,但是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,饶他一死吧。乾隆反复考虑之后,最终选择了赦免尹家全。 传说尹家全被赦免的过程是这样的,乾隆专门让狱卒送去了一桌韭菜,为这位老臣送别,桌子上的酒杯中,珍满了美酒,盘碗中是香味诱人的鱼肉,昏暗的监狱中。 尹家全坐在那里,枯树皮斑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,说不上是悲哀,麻木,还是镇定自若,那么多的美味佳肴,他只吃了两块肉,饮了三杯酒,对送饭的狱卒说了声谢谢,然后他跪在地上,脸上留下两行浑浊的泪水,哽咽而虔诚地说了一句话,醉沉尹家全愿无皇万寿无疆,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然后,他站起身走出监牢,走向停留在那里的囚车,慢着。 这时候,从身后转来一个熟悉的声音,尹家全抬头一看,竟然是万岁爷,他扑通一声,再次跪下,带着哭腔说道,皇上,沉醉该万死。 爱卿,你年事已高,大脑糊涂,朕根本没有跟你认真,说斩首是逗你玩的。 原来,狱卒送饭进去之后,乾隆一直在暗中观察,看到尹家全死到临头,不但没有一点怨言,还对自己如此忠心,他的心被触动了。 是啊,尹家全在奏折中也没有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谏言,为父亲博得嗜好也是他孝心的表现。 从个人立场出发无可厚非,狂妄是狂妄了点,可是毕竟一大把年纪了,也活不了几天,如果将他斩首,那将会冷了天下师大夫的心。 爱新觉罗家族才多少人,能坐稳江山,不全靠这些汉族师大夫死心塌地的效力吗? 于是,乾隆皇帝表现出了恻隐之心,又正是下了一道御令,将尹家全赦免,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京城,传向四面八方,大家无不夸赞乾隆爷宽容盛名。 遇到这样的民主是老百姓的福分,他们纷纷表示要为对大清做出自己的贡献,其实以上这样的场景极大概率是文人虚构的。 乾隆赦免了尹家权是不假,但那并非本意,乾隆时期搞文字域登峰造极,他对那些汉人士大夫骨子里头是不放心的,汉字博大精深,权力缺乏合法性的清朝皇帝,最怕的就是大家质疑,而且质疑还很含蓄,往往气死你,你却拿他们来, 他没有办法,比如清风不识字,何故乱翻书,你可以理解为自然界的风,从窗外吹进来,翻开了桌上的书,当然也可以理解为,他是在影射清廷,康熙和乾隆不自信,最怕人皆短,到了神经质的地步,所以说,尹家权根本就是文字域的牺牲品。 比如,尹家权在自己书中自称古兮老人,这是一句常用的成语,乾隆却也挑出了毛病,郑自称古兮老人,早已不告天下,他怎么也敢说自己是古兮老人? 文字域造成了这样一种生态,那就是文化人都变成硬生虫,谁也不敢说真话,唯恐犯禁,掉了脑袋,久而久之,江山成了皇上一个人,一个家族的,设计兴衰跟老百姓无关,国家有难的时候,大家也只会袖手旁观,清朝的灭亡原因自然有很多,但是文字域功不可没。 到最后,尹家权的生死其实对于乾隆来说已经不重要了,借这次事件,他已经完全把尹家权道学先生的身份彻底打碎,给了天下道学学子一记响亮的耳光,目的已经达到了,最后放掉尹家权反而又给了乾隆一个人均的名声,虽然没有被处死,但是身败名裂的尹家权于次年就郁郁而终了,或许他在康熙年间,或是嘉庆年间,还可以名城身退,但是他遇到了乾隆, 变成了一个悲剧,又有一些滑稽的人物形象留在了史书上,不得不说,可悲可叹。